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管理学的问题 问题很简单 把大象装冰箱里 请问需要几步 答三步 开门装象 关门 还有一个提升的问题 请问把长庆路装冰箱里需要几步 答四步 开门拿象 装路 关门 这是管理学问题吗 这是 这也叫流程管理 一个事情要想做踏实 做精彩 你就必须要提前谋划 安排出来第一步干什么 第二步干什么 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 所以大家读四书大学 里面有一句著名的话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尽道义 就是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 必须得安排清楚 我们看武松的英雄故事 一开始你以为 就是看他的武打 其实武松的故事里边 基本都没什么武打 就是一招或者两招解决问题 我们看他的英雄故事 其实是看武松 他的那种做人做事 周密精细的那股劲头 他做什么事情 都是流程妥贴 周密安排的 从斗杀西门庆 到最大蒋门神 皆是如此 英雄的周密安排 胆大心细 令人印象深刻 这一次武松 要单枪匹马 一个人回孟州城 要报仇 这叫重寡悬殊 咱都甭说 孟州城的政府军 有多少差异 就单提这个都监府 那防卫的人员 他也不下上百 武松就一个人 所以在整个报仇的过程中 武松这种周密安排的流程管理 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在《水浒传》当中 他用了一首诗 来描述武松报仇的这个事件 暗示从来不可期 古今奸恶尽诸矣 金风未动缠先绝 暗送无常死不知 秋天刚刚到来 那风还没有刮起来的时候 树上的禅 就已经提前知道 秋天要来了 他有预知能力 武松就决定 使用这种偷袭的方式 我不是人单是孤吗 你不是人多是重吗 俺来一个偷袭就可以了 而且武松有一个优势 在都监府里边 他住的很长时间 整个都监府的房屋 阅落 结构路径 他都非常熟悉 武松呢 悄悄地潜入了孟州城 熟人熟路 就走到了都监府的后门 后门是个马厩 他用了两个门板 搭在墙上 从马厩这边呢 爬上门板 翻墙而入 所以大家想一想 张独坚 他在算计武松的同时 他也算计了自己 他本来想在都监府里 给武松设一个套 表面上很亲密 实际上暗算武松 他得逞了 但你看 他把武松请进都监府 这过程武松同时也熟悉了人 熟悉了路 等武松报仇的时候 武松的暗算也得手了 所以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算计别人的时候 也算计了自己 这就是机关算尽 太聪明 反悟了清清性命 大家看我们在职场当中 咱们身边就有一些人 特别爱动小聪明 特别爱算计身边的人 尤其算计自己 亲密的人 熟悉的人 但是从足够长的时间角度上看 这种人最后都得不了便宜 甚至没有好下场 因为算计别人 他也会算计自己 这个在经济学上叫做策略 都是对称的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那武松的熟人熟路 沿着这个厨房 就悄悄地摸上了鸳鸯楼 张独剑 张团练 蒋门神 这三个恶人 正在热火朝天的聊天 蒋门神兴奋 舔着大肚子 半躺的胶椅上面 在那给张独尖献媚 说好话呢 蒋门神点头说 高 实在是高 独尖大人这招 太到位了 大仇得报 事成之后 我另有重谢 这都监张萌方 得意洋洋地坐在主位上 撵着胡子 瞇着眼睛 打着九格 打一格 笑眯眯地说 虽然你破费了一些钱财 但是不看我兄弟张团练的面上 谁肯给你干这种勾当 这一次安排武松纳斯安排的妥当 非云朴他必然得死 张团练点点头 帮腔说 四个人对付一个人 他必然活不了 天亮之前 好消息就会来 蒋门神接着跟话说 我已经吩咐我那两个徒弟了 活干得利索点 得手之后 迅速回来回报 这三个人正热火朝天聊呢 大英雄武松在门外 听得这种话呀 怒火中烧啊 左手插开巴掌 撩开那帘子 右手挥着钢刀 大喝一声就闯进屋里边来了 第一眼看到的是 旁边半躺半卧舔着肚子 这个蒋门神 在现场三个人当中 蒋门神应该是武功最高的 第一攻击对象 蒋门神 蒋门神一回头 醉眼惺忪 蒙蒙隆隆 看到进来的是武松 蒋门神已经喝醉了 有反应 没动作 蒋门神啊呀一声 也没等他反应呢 武松跳过去 挥刀就砍 把蒋门神砍倒在地 这张团恋啊 他是个武官 还是有武术在身的 尽管说这喝醉了酒 但本能还在 你看武松冲过来了 张团恋抄起一把硬胶椅 抡起来对着武松 就打过来了 武松把钢刀一举 左手往前就迎着就上去了 往前就是一推 也算一拳吧 一下就把这个张团恋 打到地上去了 然后右手刀起来 一气呵成刀下去 咔嚓 把这三个恶人都给收拾了 然后武松点点头啊 撕了一块布 沾着写 在粉皮墙上写了一行大字 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名人不做暗事 好汉做事好汉当 写完了英雄没走 桌上还有酒肉呢 得吃点不能空肚子 所以武松又大杯的酒 喝了几杯 捡那好肉吃了两口 这桌上的金银酒 那就是钱呢 穷家富禄 英雄闯江湖 不能没有钱呢 所以武松捡那个结实的 金银器皿 拿几个扔在地上 咔咔 大脚丫子上去 裁扁几个 随身揣着 这算是穿资路费 说到这儿 我们就得佩服武松的精细劲了 前面我们说了 武松进府的时候 他是翻墙进来的 但翻墙进来 是不是直接就去偷袭鸳鸯楼了 不是 翻墙进来以后 武松做的第一件事是 给自己把后路留好了 武松进的后园子 然后呢 把那小脚门先打开了 门栓都给拔了 门都虚掩上 保证自己退路畅通 脚门外边提前已经立好了一口破刀 这武松挥刀报仇 哎 解恨了 然后走到后院 把这个金银往身上一缠 要刀不要了 破刀挺着 熟人熟路 脚门后门都打开了 这路也好走 一路小跑 就出了张独尖的府 梦州城是小城 城墙并不高 武松走到城墙边 暗自弹算 天亮之后事情发起来 必定全城搜捕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赶紧出城 虽然城墙不高 但是一般人 那也是过不去的 武松怎么过 水沪传描述这一段 武英雄 武二郎 撑杆跳高 手里拿一长霸破刀 霸朝下 日朝反面 背朝自己 手捏着 这边一阻地 借着劲 搜出去了 就落到护城河边了 天都有点凉了 护城河水不太深 武英雄啊 蹚着这水就过了护城河 上了岸之后 收拾衣服 换了双新鞋 然后挺着这个刀 甩开大步 蹚蹚蹚 就离开了梦州城 银行